来来来,今天给大家同台亮相一下 这四只小花园是新到家的 俗称F4 第一只叫小八豆 为什么这么叫呢? 因为它的脸上有刀疤 虽然商家事先关照过 提醒我可以换一只 不要,我就觉得它好 因为它是四只里面最圆的 刀疤就刀疤 这是青春的记忆,奋斗的痕迹 其实就是没钱买全品吧 第二只叫小姜豆 因为它的体型是四只里面最长的 这个名字还是群里广大的女玩家把我起的 还真别说,挺形象的 不过姜豆的性格可不简单 四只里面就是它最折腾 没个消停 只要有点风吹草动就开始寻山 不管啥动静,先出来看看 万一有吃的呢,对吧 我想要吃 第三只是最小的 壳形也很圆 头纹还弱脸 为了帮它起个名字可谓是煞费苦心 最后还是我们广大的男同胞有想法 起了个非常有内涵的名字 麻豆 咱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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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 每次看到它,我都有种想看点什么的冲动啊 来来来,来到这个 去,悄悄地干活 打枪地不要 就因为第三只叫麻豆 这第四只女同胞们一定要我叫她川妹 问题是你也不知道她是男是女的呀 最后没辙了 大家众筹思路 给她一个接地气的名字 蚕豆 上海话叫擦屁豆 好了 F4的启明工程圆满完成 以后这四只黄园会经常登场 大家记住他们了啊 我是妖猫 我们下期再见了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